阿波羅新聞網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路透社驚爆內幕 許家印有美女助理團隊 勢必公親有時自我放縱 監督你媽 滾!他罵出了多少黨官的心聲 突發 澤林斯基宣布撤換防長 說國防部需要新方法 烏克蘭億萬富翁澤林斯基前盟友因欺詐被拘 歡迎來到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9月3號 星期天 亞洲時間星期一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不到1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將推動油管推薦我們的視頻 請訂閱支持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路透驚爆內幕 許家印有美女助理團隊 勢必公親有時自我放縱 恆大的一些前僱員和知情者近日接受路透社的採訪 披露許家印勢必公親 不但恆大所有土地收購都要由她親自批准 還親自協助製作廣告口號 甚至對字體和大小都很挑剔 對員工諸如著裝不得體這樣的輕微違規 她也要罰款處罰 在香港時 常會於當地的商業大亨們打牌 談投資 並在香港經營會員專享且高價的皇朝會用餐 享用燕窩魚翅等美食 許家印擁有一個由女性私人助理組成的團隊 而她們中的一些人 主要是因為外表而被僱傭 而許家印在廣州的俱樂部會所招待客戶時 至少有兩次玩起了扔現金娛樂的遊戲 就是看著女助理從地板上撿鈔票 恆大前僱員說 在公司中能夠成功爭取到銀行貸款的團隊 最高可獲得貸款總額1%的獎金 據路透社報導 許家印的發跡始於1996年 開發房地產的基本模式就是借錢買地 建房錢就賣房 然後用業主支付的購房款 來還其所借的款項 並為下一個房地產項目提供資金 報導援引分析師的評估 自2021年中期以來 中國房企中 佔房屋銷售量40%的公司發生了債務違約 所見樓盤不能完工交房或支付供應商款項 還有數百萬中國人將自己的積蓄投進於房產掛鉤的理財產品中 現在卻拿不回自己的血汗錢 截至2021年 恆大集團負債仍超過3000億美元 也就是2萬多億人民幣 從中國首付 到欠一屁股債 許家印只花了4年的時間 如今恆大還面臨著超過2200起訴訟案件 截至6月的涉案金額 約5350億元人民幣 也就是734億美元 路透社的報導直言 許家印的發家史就是中國房地產業發展模式的一個縮影 曾經房地產市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現在房地產行業卻是導致中國經濟下滑的一個主要因素 監督你媽?滾! 他罵出了多少黨官的心聲 河南平鼎山魯山縣花費715萬 趕在七夕節前建造了一個牛郎之女雕塑 但報價是715萬 卻只見了一個醜玩意兒 網友發視頻吐槽 質疑造價過高 網上有熱度 媒體自然願意抓住 於是就打電話給魯山縣駐建局 又沒去當地調查採訪 作者亮劍指出 這就是說 記者並沒有打算深究 官府說兩句 我們也剛看到 正在調查中 一切以官方發布為準 不傳謠 不信謠 三天後 熱度降低 也就糊弄過去了 作者觀察 媒體有流量 官府有交代 方便快捷 又不造成直接傷害 幾乎已經成為中國社交媒體時代 心照不宣的新慣例 但萬萬沒想到 魯山縣駐建局接電話工作人員 竟然對記者來了一句 監督你媽 滾 隨即便掛斷了電話 作者分析 你能想像 在放下電話後 多少官員隨口都會罵出這樣的話 魯山縣這一罵 罵出了多少官員心裡想罵 卻又不敢罵 罵不出來的心聲 他們從來沒想過 怎麼還敢有人質疑自己 大部分官員還能做做表面功夫 有的人卻不小心露出了馬腳 讓我們看清了真相 所以 在這個角度上來說 每一句正在處理中的官方回覆背後 都隱藏著一句聽不到的監督你媽 滾 這兩句話 不過是同一種態度的一體兩面罷了 在怒罵記者之後 魯山縣住建局回應稱 雕塑的招標建設符合流程 有質疑可向審計部門提出來 但是有兩個讓人窒息的事實 一個是2018年至今 牛郎之女雕塑的中標單位 深圳瑞澤藝術公司在魯山縣共中標三個雕塑項目 金額為967萬元 另一個是2022年2月魯山縣才摘掉貧困縣的帽子 當地群眾質疑 這900多萬元不能用在刀刃上嗎?做著表示 群眾還是太天真 竟然還在問 這900多萬元不能用在刀刃上嗎?這樣的傻問題 魯山縣這一罵 這樣的態度 這樣的思維 本身不就是最好的回答嗎? 澤連斯基宣布撤換房長 國防部需要新方法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3日在週日晚的例行視頻講話中宣布 他將在本週要求最高拉達解除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的職務 並由41歲的烏克蘭國家財產基金負責人烏梅羅夫取而代之 最高拉達必須批准這一人事變動 據《紐約時報》報導 澤連斯基在一份聲明中說 列茲尼科夫本人並未捲入不斷擴大的軍事合同處理不當調查 澤連斯基在視頻講話中談到 國防部需要新的方法和其他形式與軍隊和整個社會互動 列茲尼科夫沒有立即發表評論 據政府數據顯示 烏克蘭國防部合同中價值9.86億美元的武器裝備 一度未能按合同規定的日期交付 有些武器的交付甚至晚了幾個月 烏克蘭調查記者還發現了軍事承包方面的其他問題 似乎顯示出對雞蛋 罐裝豆子和冬衣等軍隊基本用品的巨額超額支付 列茲尼科夫曾表示 烏國防部正在起訴 以追回武器合同中損失的資金 法廣報導 烏克蘭最近曝光了極其腐敗醜聞 其中一起涉及房長列茲尼科夫 與一家土耳其公司簽訂了一份軍隊物資供應合同 8月底 烏克蘭突擊搜查了200多個徵兵中心 以剷除使應徵入伍者得以逃脫金錢腐敗制度 列茲尼科夫最後一次公開活動是在9月1日祝賀新薛年的開始 他當天還與法國國防部長勒克爾尼就軍援等問題進行了通話 烏克蘭億萬富翁澤蓮斯基前盟友因欺詐被拘 近幾個月來 澤蓮斯基總統承諾加大打擊腐敗力度 尤其是針對歐盟為維持基輔候選國地位而提出的條件 據當地媒體週日報導 基輔一家法院以涉嫌欺詐和洗錢為由 下令將60歲的烏克蘭最富有的人之一 億萬富翁科洛莫斯基居留兩個月 並將其保釋金定為5.09億烏克蘭格里夫納 約合1270萬歐元 大亨曾是烏克蘭總統澤蓮斯基的親密助手 擁有一家電視頻道 澤蓮斯基曾在該頻道以喜劇演員的身份一舉成名 據法新社攝影師所見 大亨在週六深夜出庭時 身穿黃色T恤和藍色夾克 這是烏克蘭國旗的顏色 據烏克蘭安全部門稱 這為億萬富翁涉嫌欺詐和非法獲取財產 阿波羅網附評的視頻今日內容是 膽大妄為 對習近平反腐的天大諷刺 貝菲狠甩21分 城市上最爛 姚明臉超臭 陸球迷氣炸逼下臺 中共新殖民主義遭暴力反噬 中國公民宿命 中共新版地圖惹議 美反擊 不使海洋主張和北京脅迫 請點擊右上角觀看 感謝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分享您的見解 也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